在海牙仲裁庭做出裁决之前,中国就表示有关的裁决是一张废纸,同时称中国愿意与菲律宾就有关问题进行谈判。 菲律宾则表示,菲律宾方面只是跟中国进行了十多年的谈判毫无结果之后,才不得不把问题提交给海牙常设仲裁法院。 在7月12日,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法庭做出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之后,杜特尔特总统任命88岁的前总统拉莫斯为中国问题特使。 我只是一个破冰者,力量重新燃起我们与中国的木铃友好之火,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,或许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。 我们和中国的良好的友谊关系,是我们的良好的友谊关系。 拉莫斯从1992年到1998年担任菲律宾总统,现在还不清楚拉莫斯跟中国有什么特殊友谊,或跟中国打交道有什么秘方。 在前往中国之前,拉莫斯告诫人们不要对他的使命期望过高。 我不知道我的中国朋友将提起什么话题,但话题不能由我来提,因为这不是我的使命,我的使命是重新燃起友谊。 拉莫斯总统没有透露他要会见的中国朋友是谁,但说那些人是中国政府的一些退休官员,或不是以官方身份与他接谈的人。 美国之音VOA卫视,齐之锋,华盛顿报道。